欢迎收看3月15号的台势 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一只鸟害得高雄2000户大停电 周五十点十分 高雄大社区及艳巢区凤奇路一带 因为男子变电所溃线跳脱 造成了2000户突然停电 台电追查之下发现 元凶竟然是一只鸟 因为误触了带电设备 爱子破裂才会停电 不过一只鸟就造成了停电 也让人质疑 房处系统会不会太脆弱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华表示 乡下地方常有小动物误触设备 这很正常 炮制灯不亮 警方赶紧指挥交通 马路对面店家一片漆黑 电灯冷气无法运作 高雄又停电了 我们在图室看了 无法运作 突然停电令人措手不及 货物只能限对外面 里头电脑也无法使用 后面就要下到外面了 对对对 会不会造成很大困扰 比较麻烦一点 文书的可以做 但是电脑的部分就没办法 十五号中午十二点十分 高雄大社区艳巢区 凤岐路跟角速路 这一带两千户 全都没电可用 台电紧急派员前往修复 将近两小时终于复电完毕 只是为何突然停电 难道台电再度出包 追查之下竟然发现 凶手是只鸟 因为有鸟类去碰触到 造成短路的情况 所以造成停电 比较容易碰触的部分 会有一些包覆 但是这个包覆 可能还是有它一个限度 碰触碍子导致破裂 让男子变电所溃线跳脱 一只鸟两千户大停电 防处系统是不是太脆弱 经济部长王美花 立刻跳出来解释 乡下地方很正常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因为你的电线杆 在空旷的地方 不仅鸟 有时候在很乡下地方 还会有猴子 还会有蛇 松鼠等等 光是今年高雄就清除 两百多个鸟巢 因为竹巢树枝掉落 同样会造成停电 高雄停电频传 但毕竟部长说 乡下地方动物出没 恐怕停电成日常 也是很正常 记者王超群 高雄采风报道 高雄采风报道